讓我們一起走完所有偏鄉 阿翔 這十年來你都是這麼帥喔 滴掉 滴掉 再滴掉 加油 帶著媽媽一起出席公益活動 小豬羅志祥最近和羅媽 一起為肝基金會代言 呼籲大家注意肝的健康 因為2005年 羅爸爸就是因為肝癌過世 父親走了以後 小豬照顧媽媽無微不至 只是母子一起出席活動 聽到媽媽講話 小豬幹嘛在旁邊竊笑啊 就是不會緊張啊 不會怯場啊 就覺得我可以放心了 哈哈哈哈 上來就好沒有 沒有 就覺得他口才蠻好的 不能擔心他會說一些 不該說的話你知道嗎 因為媽媽你知道 我們家就是比較 應該是說 對於言語上面 比較不會去遮染 你知道嗎 就可能就蹦一個什麼話 你知道嗎 我就緊張會擔心什麼 收斂很多了 收斂很多了 對那蠻好的 不過近期有網友發現 小豬女友周陽青 右腳上的刺青 居然和男友極為相似 被說根本是愛的印記 越愛越高調的兩人 難道好試鏡了嗎 對此小豬一貫不回應 還對記者蒙屎眼色 叫你們別再問了啦 周陽青有一個刺青 請問 不好意思 我們先回來公醫的 謝謝 謝謝我們所有的網友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 剛剛小豬跟 我們在社區上 我們要去行 請列明 來訪問了 感謝 哎 他上來賣客 我被修了